11点34分我们回来关心总统马英九在今天举行的新书发表会 也把两年多来的治国周济内容 包括和服装设计师吴继刚精彩的对话汇整成册 也在新书的秩序当中提到了 从治国周济制作过程让他涵养倾听以及对话两项能力 最新情况在给记者肖湘怡 各位观众我们目前看到现场最新画面是总统马英九今天出新书 说明就是倾听与对话 其实呢就是把过去这两年来 在这个每一周的治国周济有许多的男主角女主角 也就是说有许多甘草人物集结成册 而这16位主角呢其实有相当多位今天也来到现场 而这个主角呢还特别问了马英九一些特别的问题 他们特别说到说 其实这个总统啊你是我们全民的偶像 尤其对太太非常的尊重 这个在家中有什么Pepo吗 总统刚刚也非常的妙搭 来看到稍后之前的采访 这家太太是我们家的董事长 也是我们家的反对党 所以说我都对我这个监督之言 要求之高呢 其实绝对不亚于任何一位民意代表 所以我虽然不必对立法院负责 但是对太太负责就够了 谢谢 好在选前出新书哦 这个出版社说其实压力的确不小 而且还特别说上一次这个李登辉总统出书的时候呢 这个销量有40万本 很希望马总统能够打破这个记录 当然也很会跟这个对手蔡英文上个月出的 小鹰这个洋葱草蛋来做比较 难免这个销售量 未来数字都是双方比较的重点 以上到目前现场推荐线报道 先把镜头还给彭内主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